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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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吉祥如意 OK 今天 今天晚上 哈喽,大家晚上好啊,吉祥如意 今天呢,有点突然想在这个晚上跟大家分享12声响 Grevening,大家好,Grevening 那么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08分了 在这个晚上的紫时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总不要去睡觉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睡觉 那我希望说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2021年的这个12声响的运势 虽然我们那一天呢,在这个杨历的1月份的时候 就是10号,我们做的那个12声响的讲座了嘛 有一些朋友就在问关于说 解释会发那个视频啊,放在这个YouTube给大家看 那么今天呢,我想在这边在Facebook做这个live 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看的比较仔细一点 那我也同时也觉得说,这样会比较好 就是与其我把那个,那天讲座录制的这样放上去嘛 所以我想今晚,借这个小小的时间 那如果可以的话,在线上的朋友 要是大家可以帮忙,分享现在的这个live非常好 那长话不说了,ok 我快快的进入正题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视频 这个视频那边呢,有12个生肖 那我先说,12个生肖里面呢 有5个生肖是犯派税的 第一,我们先讲,属羊的朋友叫冲泰税 属羊的朋友叫冲泰税 所以你们那边会看得到 有一个叫冲 那属羊不仅仅是冲泰税而已哦 它还包含了形泰税 那羊就比较,今年会比较重一点 因为它又有一个冲泰税 它又有一个形泰税 那当然属牛的朋友也逃不了 因为牛是本命泰税 好,我们就说两个生肖了 好,五个呢,已经有两个了 那第三个呢,我们叫做属龙的朋友 叫破泰税 那龙叫破泰税 属马的呢,叫害泰税 那这个属狗的呢,也是形泰税 所以一共五个生肖犯泰税 ok,五个生肖犯泰税 所以如果有分犯泰税的朋友 有些人有一些疑问 关于说,师父我今年犯泰税 那我应该怎么样 很简单 那犯泰税者呢,通常都会建议你们供养佛灯 那我们简单说,人呢 一年要做这个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是提升我们的福气啊 提升我们的福报 那一年为什么要做供养三宝 这个是提升福气福报 那怎么样供养三宝 第一,供佛 供佛就是点佛灯 那供法,法就比较挑战一点 法就是说,这一年里面 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去传 传一些人去一些佛堂 带一些人去佛堂 或者是说,教他们怎么念经 这个叫传法 那以前的人比较方便一点 他们出钱印经书 印很多经书 每一年印经书 可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高科技 高科技的时代 我们不需要再印经书了 我们要环保 所以现在这个供养法的挑战比较高 就是说,你需要教大家怎么念 念经 那么下来,我们其实每一年呢 都会有举办那个教大家怎么念啊 怎么修啊,尤其金刚萨多 这个,所以到时候我们有的时候 你可以邀请朋友啊 来到我们的这个道场啊 来到我们的那个宝殿啊 然后,诶,这样也是一种供养法的方式 那供养僧人很简单 就是一年呢 以前人家是买衣服买鞋子给和尚啊 那新的一年嘛 那现在比较方便啊 有些人就可以 买一个红包,放一点钱 然后供养僧人 供养师父 如果你们也想要供养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小树木放在红包里 那红包里面呢 写你的名 ok 那写了你的名字后 你可以把你的名 这个红包呢 放在我们的宝殿说要供养 上师的 那这样我们也可以帮你安排 所以一般简单 只要有翻太岁的呢 一年里面 点上这个消灾灯 所谓供佛灯 那这个消灾 炎寿药师佛啊 他也是出了帮助我们的健康 身体健康 心灵健康 这个是上师非常非常 建议大家 能够有点这个药师佛灯的 哪怕是你没有犯太岁 你想要点这个灯 都是非常好的功德的 ok 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那大致上我们来 呃 呃 现在这边先大概这样跟大家说 就是因为供养这个佛灯 呃 有离密啊 有离密 因为已经差不多的七七八八了 所以好像也剩不多 因为我们有reserve一些 就是我们下来还有一些讲座 还是要留给他们的 那么如果你们还要点一点点这个佛灯呢 赶紧的与助理联络 ok 但不要再今晚 哈哈 好谢谢大家 ok 那很快速我们来讲 呃下一个办法来给大家这个犯太岁的 可以佩戴这个九宫八寡牌 啊九宫八寡牌 这个九宫八寡牌是已经开光加持的 那里面呢就是非常好 呃可以为你挡杀 可以为你挡灾 因为一般我们先说只要有犯太岁的人呢 在这一年大致上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 所以希望你们有这个九宫八寡牌 佩戴在身上 那因为这个九宫八寡牌不是那种一般我们说的 呃去淘宝买的那种工厂啊定制的 这个真的是呃他们纯手工打造的啊 纯手工打造的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的 这个呢就挂在我们的书包啊 孩子犯太岁啊 这个给他挂在他的书包啊 挂在里面啊 啊那么佩戴啊 那么犯太岁的人 经常要开车出去的啊 挂在车上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ok 这个一个是七十八那 当然这个九宫八寡牌也是有限 所以或完为止 这回是纯手工打造的 你们呃 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 可以请上这个 ok呃来我们很快速来今天跟大家讲十二个生肖 第一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图好像哇 这么里面有五个生肖 我们来集中中间的那个老鼠 集中那个中间的那个老鼠 ok啊那至于我们看到老鼠以外有四个生肖 啊这其他的四个生肖其实就是来影响 老鼠的啊那我们先说老鼠 老鼠今年呢2021有两颗吉星 叫穗和文昌啊 那有三颗凶星 病腐末月 还有这个游翼 我们先来说一下 老鼠今年因为与太岁相合 看到吗 太岁是什么 太岁是牛 哎那牛的旁边那边有一个丑字 啊牛 那你你跟太岁合 那太岁牛又是犯太岁 那简单的来这样讲 那老鼠不就是也是犯太岁 对吧 虽然老鼠没有犯 可是老鼠跟太岁合在一起 按照理 所有属老鼠的朋友 今年想要谈什么东西都会非常顺利 因为税和就是与太岁相合 啊与太岁相合 所以按照理 运先顺 今年谈什么东西都是比较先 我们讲的老鼠就是OK 你今年谈什么都是会顺的 那对于属老鼠的朋友 今年有文昌相助 那些读学啊修学啊 那如果你是工作人士 你就想要提升自己 有这个文昌心的帮助 学什么会得心应手 那几乎要关注的就是他的病腐凶心 其他的凶心不用太担心了 我们今晚因为要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把集中力锁定在那些最重要的 还有最影响力最大的 病腐对于属老鼠的呢 就是健康要非常关注 那末月也同时跟你说 不要随便随便的去陌生 我们说转换新的东西 只要有转换就是 哎呀奇怪了 我这边不熟 我今天要去一个地方 但是我从来不熟的 这样就要比较小心一点 最好是有人带你 那如果我经常去吃 我现在要去一个 我也不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吃 那你最好是要做好准备 OK 那至于我们来看 这个老鼠因为椅外 他其实老鼠的那个黄色 那个位置就是吉星啊 那吉星好像不是很多 可是你注意看 老鼠跟猴子 还有那个龙 这叫三合 那老鼠的外在吉星 由了天喜隆德来相助 所以其实老鼠今年的运势是 顶呱呱的 那么老鼠跟马又对冲 马又带着鱼也得玉堂吉星 来相助于属老鼠的 虽然是冲 可是他也同时把吉星来对冲 那当然他也会把他的凶星来对冲 所以我们说老鼠自身呢 有一颗凶星要并服 在外面呢 有两颗不好的星来影响他 叫做死伏小号 那死伏小号这两颗凶星 如果连在一起影响老鼠 那自然就是说什么 死伏跟并服在一起影响健康 小号呢 花点才看医生 所以老鼠的人今年关注于健康 ok 那以下 我们来看这个 本年生肖老鼠的朋友 因为穗和文昌吉星入命 他有三方吉星 什么叫三方 三方就是三合 就是三个方向 要不就是三合 要不就是六合 有紫微龙得天喜 月得太阴照耀 立命在此 能化凶为吉 所以老鼠的朋友 今年2021年的运势是不错的 ok 你们至于外面听到很多的说法 老鼠糟糕 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要太担心 因为有这个外在的吉星相合 外在就是老鼠今天跟猴子多合在一起啊 因为紫微龙得在猴子的身上嘛 所以属老鼠朋友只要今年多用 多用 多跟属猴的朋友在一起 那么如果你八字里面 刚好也有这个 神经 我们猴子的那个 在八字里面的地支叫做生 如果有遇到这个生 那恭喜你 你的命盘 你的八字 就佩戴了这个紫微龙得来相助 还有天喜悦得太阴 同时照耀 能够化胸围急 所以对老鼠的人 今年呢 外在有很多的好吉星来support 不用怕的 敢敢敢敢去闯 ok 可是胸心有默越病腹影响 然后外环境的胸心影响 又有死伏啊 王神啊 勾神 王神勾神 当然自然就是影响人的心灵上的健康 所以就特别建议啊 这个这个老鼠在这一年有小病啊 那是非都会化为乌 不用怕 可是有点小病啊啊 今年在外多走动 多活跃一点参加喜事啊 可以得到那个天喜极星的支配 以皇财神来作福 好 鼠老鼠朋友以皇财神来作福 我们来临的正月初九啊 希望你拜天公啊 拜胎税 为什么拜天公拜天税 你要天喜降临嘛 那鼠老鼠的为什么不拜天公啊 然后有一些人就很担心哦 黄师傅 听说一拜的天公每年都要拜 你们如果是在家里摆桌子 摆贡品这样拜 我和你说 那你真的每年都要拜 我们今年的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是举办在佛堂 那举办在佛堂 你们可以把名单交上来 帮你供上一朵花 给这个天公 那赐福于你 那至于说明年你要不要在 后年啊 这大后年 你还不要拜 就无所谓了 如果你是在家里自己拜 那你就以后就要一直拜了 这个有区别 这个今年的这个拜天公 希望大家正月初九都可以参加 那拜天公 以一个名字 一朵莲花是六十八块 拜太岁是十八块 所以属老鼠的非常建议你 记得在这来临正月初九 拜天公拜太岁 我们来看属牛的朋友 OK 如果你是属牛的朋友 你注意看 牛有两颗吉星 睡甲滑盖 那注意看 因为他的太岁凶星 他本命就是太岁了 他的凶星叫做太岁了 那一个黄帆建峰 对于属牛的朋友 今天要去碰到一些铁性的东西啊 刀剑的东西啊 你要切菜啊 在厨房做事啊 有开车的啊 稍微关注 尤其那些修车的 或者工程师要动到铁的东西的 都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 因为牛跟羊是对冲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外在的凶星有这个羊 羊啊 今年有睡破大号 栏杆月上 简单讲 羊的凶星啊 非常重 第一 羊是冲太岁 又行太岁嘛 所以这个 牛本身是本命太岁 遇到了外在的羊来冲 所以牛犯的太岁最严重 外在睡破大号 所以属牛的朋友 今年的 这个钱财方面 稍微要非常非常好的去 调理 可是因为有睡价吉星 也也象征了说 睡价你的运气还蛮不错的 就是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恶元 可是羊来冲你那是不好的 那属牛的是不是不要跟羊在一起 确实 但是你不可以 朋友因为属羊 你不要跟我在一起 不可以这样 只是我们说一下 牛一定会有外面的这些羊的这些凶星来影响你 一定会有的 那么华盖呢 对属牛的今年虽然 虽然钱财方面可能会有很大的流失 但不要紧 多以 多以华盖吉星来相助 华盖吉星有一种说法 就是用你的才华 用一点创造力 Creativity 但华盖 就是体现出你先天有的那个本领本事 这个对你很有帮助 牛用外面有一些吉星 比如跟这个属鸡的 属蛇的 还有老鼠 又相合 属鸡的有带天解 天解就是可以帮你解除麻烦 所以牛的要跟鸡多在一起 可是鸡有四颗凶星 你看白虎 白虎就是雪光灾 这个雪润 白虎在一起就是雪光灾 所以牛的 又遇到了这个黄帆见风 又同时如果鸡的凶星白虎雪润来影响牛 那自然健康也很容易出事 我们来看一下本年生肖牛的朋友 吉星只有两颗 睡架 滑盖入命 它的外缘有一些吉星 这个吉星就是合在一起的相助 有降星天解三台睡盒来作证 按照理只能消除白虎凶星 那我们说消除白虎 那没有凶 雪光灾可以化解 那凶星呢 本命自己的凶星有太岁见风 黄帆浮尸 外环境的凶星的影响又有官府 无鬼白虎月沙雪润来相供 所以牛的朋友 你看凶星外在 非常多外在 无鬼来影响 属牛的朋友 那我们说小人当道 小人当道影响力非常重 白虎跟无鬼官府又来 那记得属牛的朋友呢 今年官非运口舌尽量的去化解 今年属牛的必须要远离山飞 看听说 所以我那时候在讲座 我就跟他们说 牛的朋友今年要买那个 你懂有一个三个 那个猴子 那个猴子第一个是这样的 盖着眼的 那另外一个盖着耳朵的 另外一个盖着嘴巴的 盖着嘴巴的 那个叫要赢 要提醒你自己要放在桌子前面 对属牛的就是远离山飞 看的不要看 听的不要听 说的不要说 行善 行善记得你就可以降降 吉祥来临 才能化凶为吉 OK所以这个属牛的朋友 看不要看太多 Facebook那种人家的 发的那些不好的 不要看 删掉 听到不好的耳朵 跑掉 说 哎呀再怎样生气 不要说是非 不要讲人家是非 嘴要疯 那今年好像就是 好好的念经 哈哈 属牛的 属牛要以金刚萨多来做福 那怎么样说 以金刚萨多来做福 多念金刚萨多做 Om Benza Sato Hum 对属牛的多念金刚萨多做 可以帮你消除障碍 正月初九 建议你拜庭功 也同时可以拜太岁 因为本命 放太岁 供佛灯 供佛灯 是比如说每个季节 时不时 自己想要点一盏小灯 在我们宝殿 供给妖师佛 供给皇才神 都是非常好的 OK 那这个是给属牛的朋友 我们来看属老虎的 如果你是属老虎 注意看老虎有一颗非常好的吉星 叫天蚁 属老虎的 在中间啊 他外面有四颗 不一样的生肖 来影响他 第一我们先看 老虎其实今年呢 是不错的 为什么 第一 他得到了天蚁 天蚁是一个大贵人的吉星 这个吉星呢 足以让他做什么事情 都会处处得到贵人 因为那个是自己的 然后他外在有猴子 来相冲 猴子又带有天蚁 龙得 子威来冲他 那你说老虎 不是外面 就算是凶 也是有吉兰啊 所以老虎今年呢 陨成 其实还不错的 可是他的凶星啊 跟你讲晦气 老虎第一 不要去晦气的地方 老虎今年呢 一样东西不要犯 叹气 老虎今年不要好乱叹气 哎 哎 怎么样就在那边这嗨嗨叫 不行啊 如果你是那个先天 有这样的习惯 要尽量如果刚好你就属老虎 记得记得记得 就是要断掉这个坏习惯 当然 如果其余的我们说吞咽 这个吞咽是什么 吞咽是一个凶星配合孤城 老虎今年有苦难言 有苦难言 所以很多东西自己往内推啊 啊 往内推 有天以太阳两颗吉星来相助 老虎是非常好的啊 那他外源的吉星又非常多 狗配合他 老虎遇到狗又遇到马 这三个叫三合 那三合在一起又得到天德福星八座 月德玉堂来相助 我们来看一看 那本年生肖老虎的朋友 看非常好 本命吉星有太阳天以红卵 陆命 外逢天喜紫微龙德来证照 他得到三合的护法 有天德月德福星天以来护身 那属老虎的 其实今年他的这个吉星的力量 都是非常非常 top of the top top of the range 最强的吉星都已经亲近老虎了 所以老虎今年啊 要烧一些贵远金 对自己有帮助 凶星的孤城 劫杀之类的晦气吞咽 都是我们说有一点影响 有苦难言 比较伦理一点 比较寂寞一点 外环境的凶星影响 有三行卷蛇 桃花消耗死福 亡神 所以我们说苦难言啊 老虎今天只是一句话 心中有闷事不能分享 可是吉星来相助 你没有事的 因为你的吉星强大 足以可以让你化凶 风凶 而化为吉 就是什么凶都化掉 化凶 今天必须避免 要记住 书老虎的朋友 今年要避免 摊花酒之事 所以不要去喜爱那种 夜啊 晚上出门啊 喝酒 喝到很醉啊 不要啊 花酒色 就是跟你讲 不要去外面搞什么其他的 如果你已经结婚的 外面不要有任何的外遇 行善既得 今年都是顺顺利利的 你不要犯那两个啊 酒 不要爱上喝酒 不要在酒里面呢 我说牛骑男人 不要去花天酒地 OK 那这个非常重要 对于属老虎的 以金刚萨多 还有黄财神来做福 所以属老虎的朋友 今年多念这个黄财神咒啊 多念这个金刚萨多咒 对自己非常好的 来我们宝殿 记得找这个金刚萨多 搬一下 然后跟黄财神搬一下 都是非常好的 多多这样啊 贵人精 来祈福 启动你的天 以贵人吉星 这个是本命自己的吉星啊 老虎 一定要 一定要 我们来看属兔子的啊 兔子今年是12个生肖里面呢 确实我说啊 其实每个生肖都是犯胎税的 但也其实啊 除了我们讲的每个生肖 犯胎税以外 其实也 每个生肖 都可以不犯胎税 因为都有了化解 就算你没有吉星啊 你都可以得到外在的吉星来 support 可是 只有兔子 兔子 今年兔子比较辛苦一点 为什么 他真的没有吉星 他又在伤门 地伤 还有披头 所以属兔子的今年啊 你的头发不要遮住你的这个硬糖的位置 好 头发要梳上来要飘飘亮亮 整个脸要看得到 不要披头上发 好 伤门地伤呢 健康是会影响你的兔子 所以你的身心都要保持健康 那同时白饰地方 不要去太多 好 不要去太多 兔子的我们来看一下 本年兔子的朋友 没有吉星 无吉星啊 只靠三方吉星来相助 就是说 兔子虽然自己自身没有吉星 可是还有外缘的一些小小lucky star 小小的lucky star 那就是义马蒂姐 天德福星 我都虽然有 可是外面的这些吉星呢 not very strong 凶星的伤门地伤 灾煞披头呢 又同时外环境的大号 我们还看到山形啊 白虎雪润的影响 所以兔子的人今年有 行商之相 行就是文剑官非之类的 小人 行商商是有刀商啊 受伤之相啊 小人啊 结号啊 所以 投资必须要非常谨慎 对属兔子的朋友 和上司沟通要多加良好 才能够更加顺利 欸 兔子的 其实今年 没有什么大力的吉星相助啊 所以个人很多的方方面都要很小心 小孩子的话呢 嗯 我们说给他过马路啊 叫他记得要走 嗯 交通灯啊 红绿灯啊 过天桥啊 非常重要的 OK 不要马虎 有一个家长有一个长辈在身边陪着小孩子小朋友是最好的 那至于说我是做工或者我是做生意的 那我今年要大在生意大胆的前进 那我建议看一下八字 看自己的八字今天适不适合 多年要是佛心咒 对自己好 黄才人心咒 这个会帮助你们自己的 平时有可以的话 时不时多点佛灯 供佛钱 非常好 OK 这个我们现在来说到下一个生肖 属龙 哎 龙的朋友呢 有太阴 唐甫吉星 他的胸心有四个勾神 勾神就是让你不够集中力 可是你看龙的外在 中间那个是生肖属龙的 那这个龙的外面 哇 你看 老鼠跟他合 猴子跟他合 这三个在一起 生子成 我们叫三合水菊 那猴子跟龙 还有老鼠在一起 他们老鼠的本来就是太岁的那个碎和吉星 来配合龙 然后猴子就是今年2021年十二生肖里面 他最厉害的 因为他有天喜 他有龙德 他有指挥 所以只要你可以跟龙合在一起 你就是最好的 就算龙来充你都是好的 好像说生肖属猴的就算来骂你哦 你都是会画的 呵呵 OK所以龙 勾神集中力非常差 他外缘的吉星非常多 你看属鸡的还有降星天解 不要玩玩啊 今年属龙的朋友吉星有太阴 唐辅 太阴对女生非常好 那太阴也象征做事情柔顺一点 对属龙的朋友今年柔顺一点 那有天德福星来喜逢多乐事 就是意思说啊 天德福星来陪着属龙的朋友外缘嘛 龙因外缘有只为龙德来照耀而顺 所以龙今年也是顺利的 trust me trust me 虽然龙是犯太岁的 刚才我们讲牛也犯太岁 羊也犯太岁 对不对 龙也犯太岁嘛 可是龙今年犯淡却顺 trust me 龙一定有很多的吉星 protect他的 他的凶星有天煞 勾神 这些凶星 外在的众多凶星 都能够被制服 就是会有指挥龙德 以行善积德 那个脸啊 面带笑容 那个脸要带笑容 去到哪里龙都要 很像总统这样 OK 所以属龙的朋友 今天去到哪里都 跟人家打招呼 脸带笑容 OK 不生是非 不要讲人家是非 不要无端端说其他的东西 我们说 Do not gossip OK 龙 please 正月初九 我们来临的这个活动 拜天公 拜太岁 供养消灾灯 属龙的点一盏 这个药师佛的消灾灯 是因为你犯太岁嘛 所以点上这个消灾灯 当然 属龙的朋友 九宫八卦牌 OK 建议 戴上这个九宫八卦牌 对你非常好的 新加坡朋友 可以的话 来抢 外国的朋友 就可能 没有办法 但对属龙的朋友来说 一定要做到 OK 我们来看 属蛇 蛇 蛇自己呢 集星不是很强 可是蛇啊 蛇跟猴啊 六合啊 三台国印可以吗 所以第一啊 对属蛇有这个国印集星 属蛇的朋友 今年往外地发展是可以的 我们不能出国 可是对属蛇的 你可以以外面 跟人家谈合约 有外面的公司的 那个国家的chop 那个印 都可以的 但要远离官府无鬼 蛇有官府无鬼 官非运 要小心 只要要签什么文件之事 看好它里面的内容 不然等下放官非 当然至少我们这样讲了 就是 不要做人家担保人 OK 那么天哭天都为你哭 所以运气好像有点起落不定了 啊 子子贝贝跟无鬼在一起 哦 那后面每次很多人 都会给他讲闲话 可是因为外在集星有 子为龙的这个猴 来作为六合 那么猪呢 跟蛇是相冲的 有翼马来相助 所以 对属蛇的呢 有升值的现象 如果我是读书的 我有提升学业的现象 我在打工的话呢 老板会提升我 升不一定会加薪 可是我们升就是说 会做更多的事 啊 所以 这个是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蛇 我们来看一下哦 本年生肖蛇的朋友集星有三台国应入命 三外在的集星啊 就是三合啊 的集星啊 有匠星天解一马 匠星就是一个general 外面有一个大贵人带着奇令 天解就是带着一个奇令来压制你的胸向 所以属蛇的朋友今年呢 啊 今年就是其实啊 外在有一个很好的大贵人 这个贵人要有权利的 如果你能在外面找到一个贵人 说话有你分量的 啊 那我读书的话呢 我这遇到一个老师说话有有办法 咱们说咱们掌管的 抱紧紧 OK 属蛇的朋友 今天出去外面 只要你能遇到一个 有权利的 说话有分量的 跟着他 你不会错 OK 胸心有官府 无鬼天姑子辈 外环境胸心有天虎白虎 还有太岁尖峰 所以胸心有比较众多的影响 亦有攻击性的胸士 所以口角之争 口舌 也逢这个灾号的烦恼 所以蛇偏头痛多 烦恼众多 口舌压力 啊 那个那个攻击性的东西非常多 可以是呃 开车要注意啊 做做什么东西都是很容易 可以我们说担心等一下 意外发生的攻击性 所以要非常非常非常 关注 今年必须远离闲事和是非 不是你的事 不要去管 Let's say about 蛇就是 Do your own things Don't be a hero this year 今年蛇不要做英雄 就对了 OK 你今年是要找人骑马做将军的 带着骑令的来救你 你不是那个骑马带骑令的 啊 我先sorry跟你这样讲 啊 今年远离闲事 做好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是非啊 这样你就会安详 今年多以金刚沙托来做福 还bracket了金刚沙托 金刚沙托就是为我们消除障碍的 多年 来做福消灾 当然当然 你要经常让我们在这边呢 为你点这个 点灯给金刚沙托是可以的啊 非常好 来临正月初九拜天公 希望天公赐福降临 给属蛇的朋友呢 顺顺利利 也同时拜一下太岁啊 拜一下太岁 我们叫安太岁 这个供养这个 这个消灾灯 这个消灾灯的佛灯 作为祈福之对 属蛇的非常好 属马 马呢 看到有两个 马在中间嘛 那个是给生肖属马的哦 那他有悦得玉堂吉星 他的凶星死伏小好 闲持桃花 桃花 桃花 因桃花而好财啊 死伏桃花 所以我们先这样讲 马 老鼠又对冲 这个老鼠来的叫做病虎 病虎心来冲你 死伏病虎来对冲小好 所以马 今年 健康也要关注 然后他跟老虎又合 跟老虎合 合成了 合了他的晦气 所以马 不要因为外在的人叹气 你也跟着叹气 你不要因为外面的朋友 哇 很sat 你也跟着哭 好 不要 不要 马的 要 悦得就是悦得贵人来助你啊 有贵人来支配你啊 你看起来是 哇 堂堂正正的合 为什么要哭呢 所以不可以啊 那马跟老虎也是合 外面有这个天以大贵人 来跟你合 所以马 今年 请求外在的贵人相助 比较容易 我们烧一下贵人精 对马 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听清楚 马 烧贵人精 ok 因为外在还有福星 所以要多 行善基德 菲希格力去帮助人 这可以得到 提升福星的这个帮助力 我们来看一下 本年生肖马的朋友 凶星哦 死伏小好 闲持桃花 这些死伏入命小好财啊 死伏入命小好财就是 健康的影响 就要同时 要你花钱 桃花惹色 六害灾 不要因为 我们说 在外面结婚的朋友 不要去惹 惹桃花 不要随便随便对人家笑 向人家误解 对吧 我属马 我是女生 想想看人家就跟人家笑 等一下人家错的误会啊 不好啊 这个叫六害灾啊 灾难来的懂吗 吉星有月德玉堂来守命 外合吉星有天德福星太阳 碎河来拱照 避免食色 食什么 贪吃啦 偷吃啦 贪吃啦 色 不要贪吃色 贪好色 远离小人 ok 谁 你知道你小人了 远离他 他跟他争吵 好 他情一次 不要乱乱拿他的食物吃 啊 这个叫做说 避免贪吃 啊 坏人送东西给你吃 不要吃啊 好人送你东西吃 小心就好 则能够避免这个灾好奇 啊 以黄财神来做福 多念黄财神奏 正月初九 拜天公 拜胎税 来做福 对生肖出马的朋友 我们来看鼠羊 今天羊是冲泰税 马是害泰税 羊叫冲泰税 羊之为科技性 叫地解 他有这个碎破大号 栏杆越杀 很多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羊今年又冲又行 第一 不要放官飞运 今年呢 traffic police 很多警察 你跑赛车啦 什么 哇 眼睛看到你 所以羊狗都是很容易的 开车要非常谨慎 文件合约 不要乱乱签 不要做人家担保人 OK 羊外面的吉星 看跟兔子 兔子又没有吉星 所以羊得到什么帮助 没有吗 羊又给牛冲 牛又有泰税来影响 所以第一 羊病假烂的自己冲泰税 行泰税 牛也是本命泰税 又来冲他 又有睡假来帮助啦 可是凶星比较多啊 你注意看这个图 黄就是吉星 很少嘛 他红的凶星非常多啊 所以本年生肖羊的朋友 睡破大号月煞入命 外风有泰税见风当头落 哎呀 不好啊 所以本年递解入命 可是这个递解吉星 不值一来抵挡凶星 需要累积福德 行善积德 才可以得到月德大贵人来相助 注意健康 简单 属羊的朋友今年注意健康疾病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疫情影响 羊的朋友呢 今年不要乱乱跑 OK 这样才不会健康出事 OK 所以要照顾健康 大号修造白事不依夺见 大号就是要花钱 花在对的不要紧 但不要乱花钱 修造就是跟你讲 你十我说十只羊 今年哦七八只哦 要不就是搬家 要不就是要装修了 不可以啊 不可以 真的要选择看风水 选择看吉日 OK 对羊的 那如果真的要做什么搬动的话 看一下你八只了 我会建议你了解一下你八只 因为不是每个冲都一定的不好 有一些冲反而得财 啊OK 所以白事不要去 好白今天白事不要去 交白金可以 可以避免这避免 以药师佛来做福 所以啊 属羊的呢 一定要以这个药师佛来照顾我们的健康 正月初九拜天公 啊要请求天公赐福 啊拜太岁 这样对羊的呢 才会有很好的帮助 OK 下一个我们来看 属猴子的 猴子在今年2021年是 十二四孝里面的 Number one 登 但是你看啊 因为猴子是number one 所以猴子在这个图以外的 我们看到有龙 有老鼠 有蛇 有老虎 按照你 其他外面的这四颗雄心 都是亏了猴子的吉星 你们才好的 所以我们先说猴子今年呢 你自己本就是很多人的大贵人 有天喜龙得子威来相助 按照你啊 你去到哪里啊 都是逢凶化级的 可是龙 猴 你不要这个 爆败凶心来影响你 怎么说谦虚 猴子今天必须要谦虚 王神对于健康还是没有这样好 OK 外在的吉星非常多 因为猴子自身吉星已经很强了 他后的外缘呢 有老虎的太蚁 太阳 天蚁 龙的太阴 那你看老虎有太阳 龙有太阴 两个吉星都来support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看 非常短 因为就是这么简单 属猴子的朋友 本年生肖猴的朋友 得到子威龙的天喜 来进入你的命 我们说连天 而得外合吉星 太阳太阴 穗和天蚁 OK 你这个 按照理是不需要烧贵人精了啦 因为已经那么强了 如果你再烧的话 你就是top top top了 懂吗 本年吉星造药 凶星都转落 只是要关注于自己的健康 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整年的吉祥如意 属猴的朋友 no worry no worry 哎呀 sop sub 谁啦 简单啦 没事啦 好 很好的 以黄财神来作福 因为有大号星 就是花点钱 然后黄财神赐福你 给你钱周转顺利 那就非常非常好 属猪的朋友 今年有匠心天节 匠心天节 看下我们不是讲 将军吗 属猪的人 今年就是那个将军 匠心天节 拿着旗令的 任何属鸡的今年 都是一个能够掌管的人 因为匠心来到了 配合天节 匠心天节在一起 今年你要升了 掌管 那我是读书的 我在学校升什么 Molinder IC 我当兵的啦 做掌管 升rank 在工作的话 要不是老板提升我 要不我自己做老板 我升什么 名身地位 你可以去外面去救很多人 属鸡的今年可以去救谁 兔子 因为兔子没有鸡心 所以鸡的去到哪里 都可以帮到兔子 可是你要不要兔子来影响你 因为兔子有伤能地伤啊 所以我说兔子今年有点惨 我们不管什么生肖 看到兔子今年都要去照顾它 所以疼爱属兔子的朋友 你身边有兔子的朋友啦 孩子啦 多疼爱 他在这个来临2021的 辛丑年啊 对他是比较好的 我们看鸡 本年生肖鸡的朋友 吉星有降星天节 陆训来守命 三方吉星 国印 睡假 堂府 降星作为大将军 还有这个大将军的这个大吉星 立命在此 裁员广进 所以 鸡的钱财方面 don't worry 因为他掌管财富了 12个生肖里面掌管最大财富 就是属鸡的朋友 very good 今天你去找一下属鸡是谁 跟他谈钱财之事 no problem 好 胸心有白虎 白虎 浮沉 飞帘 雪润 外环境的胸心 伤门地伤官府 五鬼见风 所以健康转落 熟悉的 今天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 有转落之相 烦恨 烦恼多 避免白事 烦恼非常多 更想太多了 白事 就是平能热 远离一点 很容易犯到口舌是非的 所以尽量回避这些白事 然后口舌是非都回避 以金刚萨都药师佛来作福 就是多念 金刚萨都奏奥 奥 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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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亚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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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provided你有做到才顶呱呱 OK 注意一下 寡数三行 属狗的今天三行来袭击 开车要注意 不要超速 不要闯红灯 很容易犯这些刑法之项 罚款啊 破财啊 因三行 所以不要去告人 也不要给人家告 赶快settle 三行有他的好 也有他的不好 如果你现在欠债累累 这个三行就给你settle 就是说解除问题 属狗的今年最好做什么 萧冤青在主 三行就是给你萧冤青在主的时候 OK 那因为你有福心 所以有福气 有福气的时候呢 你不用怕没得吃 不用怕没得吃 所以去到哪里有得吃 八座有做 提升 本年生肖狗的朋友天德 福心八座守命 三方有这个护神 吉星就太阳天与月德 做事顺利 所以属狗的朋友要烧贵人精 每个月要有一个贵人 天与贵人来相助你 很容易的 风凶化吉了 凶星三行 寡数 卷舌皮麻 外环境凶星又晦气 不要贪气 这样 OK 摘下了桃花伤门地伤 白石远离 OK远离白石 这个健康也要关注 你要关注 哎呦 这个时候 OK OK 然后需要谨慎而言 就是说 属狗的朋友今天说坏 非常关注 小心 默炼滑街 默炼滑街 不要说想念 整天去改改 不要去那种 以前喜欢的地方 以前你做的东西 放一边 以前我开跑车 放一边 以前我住大压房 放一边 不要去默炼这种 华丽的东西 以前我穿名牌货 放一边不要管 啊 属狗的朋友 就是以前你怎么样 放一边的 往前走 避免白事 OK 以皇财神作福 多年皇财神作 正月初九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拜天宫活动 还有拜太岁 因为狗也犯太岁 点消灾灯 或者带上这个 九宫八卦牌 给你自己当灾难 三行嘛 狗的人一定要带的 我跟你讲 属狗的都要佩戴 这个九宫八卦牌的 你才会顺利 OK 贵人经作为祈福 属猪的 就是生肖里面的最后一个 属猪的 刚刚好一个钟头 OK 属猪的 一颗吉星 也叫做一马星 他的胸心两颗 天狗雕刻 外在 你看猪跟老鼠 猪跟兔子又合 猪跟兔子又合 可是他合不到兔子的吉星 因为兔子没有吉星 他把他的伤能地上合过去 所以猪 遇到了羊 羊又碎破大号来相助 猪啊 也要非常关注一下的 本年生肖猪的朋友 吉星只有一马而已 就是跑来跑去 要多动 三方吉星有天 以太阳地结来相助 OK 就是你还是有这个天以贵人 可是在外 不是自己的本命 所以你要做到 要以贵人金来起伏 凶星天狗雕刻 守命 外环境凶星有官府 无鬼 暴灾情 所以所租的经历 可能外面会有一些 bad news 不好的消息 会来到你的身边 用一马吉星来解邪气 就是跑来跑去 在跑的当中呢 多帮助人 我们叫做行善 行善业 帮助人 少是非 多做好事 少做坏事 不要去 讲人家的事是非非 以金刚萨多来做福 帮你消除那些 外在的这个 无鬼 官府 我们叫做障碍 多念金刚萨多兽 那么十二个生肖呢 现在在这个晚上 我终于完成了 也谢谢 很多人都陪我 现在陪到要接近半夜了 希望今天的这个 十二个生肖 我在这边先说一下 谢谢你们的这个收看 收听 在这个时候 记得若有犯态税 很简单 佩戴一个九宫八卦牌 给你在身上 去到哪里呢 都可以 都可以保护 这个九宫八卦牌 里面有十二个生肖 所以人人都可以佩戴的 自己为你们自己 挡杀挡灾 take one for safety 七十八块一整年 滑的来 OK滑的来 这个是手工打造的 然后 点上那个 最 最起码 你就是两样东西 你有没有犯态税 你有没有犯态税 九宫八卦牌 带你身上 一整年给你平安 一整年给你平安 去做最好的福气福报 帮你点这个钥匙 消灾灯 你做出这两个 消灾灯不就是98吗 那个就是78吗 一整年你就平平安安吗 不要花太多钱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来临的这个正月初九月 王大帝 赐福于我们 然后拜太岁 一起拜 两个一起做 这样就very good了 very very good ok 所以希望说这个视频大家都可以收益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谢谢大家 那么我现在 现在来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留言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哇 谢谢谢谢 我还没有想到原来还有 还有这么多的一些人在收看 真的没有想象到 非常感谢 那因为现在也是不早了 早点去休息 我将这个视频呢 我也会录在YouTube 你们可以去YouTube再观看 当然在Facebook的朋友 你们帮个忙 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受益去了解 其实不用去太担心 今年十二生肖的 只有一个生肖 大家要多关注 就是属兔子的 兔子的 大家多疼爱 多疼爱他 兔子 羊 猪 这三个生肖 大家多加的去疼爱他就好了 ok 那其余的生肖呢 no problem no need to worry number one worry的就是兔子而已 兔子 大家都照顾 多远离兔子 开玩笑 看玩笑 照顾一下兔子 那最好的生肖就是猴子 猴子跟老鼠和 老鼠也好 龙也和也好 猴子跟那个老虎又对冲 也好 那吉星都是 所以我们要多亲近数 猴子的朋友 如果你八字里面 刚好有了一个猴子的那个神经 在你的八字命盘里面 恭喜你 你也得到了紫薇龙德的吉星相助 希望今天晚上的这个视频 可以利益到很多人 让你们可以按一百颗星 啊 赶赶今年大展的去前进 去完成自己想要的事 希望那简单的tips哦 你们了解了哦 你们要注意什么而已 注意的就好了 那急的呢 就可以做 ok very easy 好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晚上 差点休息 thank you 即将如意 good night bye bye